11月26日晚是很忙碌的一晚 怎麼這麼說 因為那晚Talent Quest之後 緊接著下來的就是我們學界籃球的決賽 我們對上英華這個敬敵 兩紅相遇可以想像到 一場龍珍苦鬥是在所難免的 在這場整賽的決賽之前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 那莎莎如何在四強擊敗聖賢 進級決賽 這場整決賽 採用到體育管舉行 開局的時候 那莎莎發揮不錯 藉著比賽的節奏 第一次這球 李健朗偷到的球之後 即時傳給百號的馬仔快攻得分 一節之後 那莎莎以7比2領先 第二節 那莎莎的球員表現突然失準 輸得OK這樣 第三球罰球全部都解僱了 多次進攻亦都無功而懷 相反 聖賢球員演出神勇 有出多次攔截和封鎖之外 進攻方面亦都經常有斬鎖 指消比獎之下 聖賢在半場反掀2分 到第三節 打起這球三分球 他全隊打了一支強心針 球員的表現大有改善 第三節的時候 阿莎由反超前翻2分 開始進入第四節 阿莎乘勝勝追擊 一途越魯上籃入球 兼駁得N1 他亦都順利射入了英號佛球 比賽去到尾段的時候 阿莎已經搖搖領先 但這個時候 越魯上籃 撞到對方的球員 撿傷救患 要退下火線 好運 幸好 比賽已經沒有影響 全場圓 最中 阿莎爾33比25 擊敗勝 正式決賽 好運 五至少 好運 從來就等我們看一下 在11月26個 英元 在修盾球場中 中的A階段 阿莎對英華的比賽 在比賽開始的時候 阿莎形勢不錯 在第一節的初段 頂遠都相當一位明星時候 兩邊的支持者 反應都非常容易 由這一球的球賽看得出 雖然這一球我們很不容易才能入到 但今晚不用半分鐘就會敬回一球三分球 阿莎的優勢很快就不停停在 今晚繼續接近功能的投射 但阿莎就約五分鐘一球都未入 最後盤轉向輝圖這球才在第一節推成二十比三 第二節今晚繼續陣著一球 完結結束後比分已經是三十比十八 換場休息的時候今晚準備了不少指派贈勁給他們的球員 來到第三節 阿莎開始橫強的反擊 今晚阿聖就放到英國的胃口 撕射得手 而相反英灣的表現就明顯下滑 連射幾球都不入 英國球員的環球拼搏 結婚也都越追越窮 在第四節中間只是落後五分 不過那三尾段就想實施犯規戰術 好像隊中兩個主力都蓄以犯規 英國球員的環球員就成為同樣多的球員 分開距離 阿莱內線球員就為暗藉陣雙對新馬 失去藍眼之館 最後那三尾三九比四十九 為陷落敗 最後都有不少感人的場景 很多支持者就直接投入 也不太難堆 但最後唱校歌的時候就發生了不愉快的事件 另外一個學生就衝過來不足足以從而去找任何球員 下三的球員在完畢後也都可以呼到這樣 很多的有力支持的老師 阿莊和Oboise 希望下一年 環球隊可以更進一步 爭取更加好的成績 謝謝